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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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的危险 那么呢 在这个时候很多基督徒 兴起了 在8月21号礼拜一的那一天 在Chino Hills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 叫Carrie Chapel 那他们的教会有个牧师非常棒 叫做Jack Hibbs 那这个牧师呢 他就带队从南加州 一直去到了Sacramento 加州首府 带着加州的父母 还有祖父母 以及其他很多的牧师 他们聚集到了加州的首府抗议 为什么抗议 因为他们要跟政府表明说 他们坚决反对 州议会正在制定的 伤害孩子和家庭的这些法案 那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说 真的有那么夸张吗 想说你们是不是 真的搞错了 是不是阴谋论等等等等 但是其实 如果你要去看 他们所有制定的法案 上面写得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他们要对孩子的伤害 不是空穴来风 也不是杞人忧天 所有的东西 都已经在立法的法案里面 写得明明白白 那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那像他们去北加州 要跟大家抗议的 其中有一个法案 叫做AB665 AB665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法案讲的是说 如果政府指派一个专业人士 好了 比如说这位先生 就是政府指派的专业人士 这个专业人士 可以使用任何的借口 将12岁及以上的孩子 从家里面带走 那大家都知道 现在他们要求一个公平 对吧 就是说我们现在 越来越多的小孩 要变性 同性恋等等等等 那这些小孩 他们觉得说 我在家里就不包容 所以这样的专业人士 可以说我看到了 这个小孩他在家里面 他受到迫害了 他的父母正在迫害他 他继续在家里面待着 他是不行的 所以只要有这样一个专业人士出面 他们就可以把这个12岁的孩子 从家里面就带走 所以政府是可以有这样的权利的 只要有人去控告 AB957 那在这里讲到说 如果父母不认同孩子的性别认同 比如说这孩子他是个女孩 他说我就是男孩 那家长说不是啊 你就是你就是女孩啊 你从小在教会里长大 对不对 神说了你就是个女孩子 你出生就是这样 如果家长不认同的话 那么家长不仅仅会承担虐待儿童的法律责任 而且孩子还会被从家里面带走 说AB5号呢 是他们要求说每一年 像7到12年级公立学校 以及特许学校的教师 还有持证的护员 每一年都要进行LGBTQ的培训 为什么进行这样的培训呢 因为要让他们去发现说 你的这些学生里面 有哪些人是女童性恋 哪些人是男童性恋 哪些人是双性恋 谁是跨性别 那当他们看到这样的学生 然后他们就要去了解说 这些学生他家里到底同意不同意他变性啊 如果不同意 那可麻烦了 这些青少年在家里面 在社区里面 他们正在遭受欺凌 他们正在缺乏接纳 所以还是像刚才一样 家长会被告 甚至会要吞监狱 孩子要被拿走 所以这些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 但是真的感谢主 有很多的牧师 还有父母 还有祖父母 已经发现 孩子在学校里面 正在被教导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说 那我们要眼睁睁 看着这样的立法通过吗 如果一旦立法通过了 警察局里面 监狱里面 将关的是大批的父母 还有祖父母 那除了教育的方面之外 我们也看到 有一个非常骇人听闻的东西 就是新冠疫情要回来啦 各位有听说过这个东西吗 大家是不是觉得就是 新冠肺炎好像是之前的事了 大家已经没有再戴口罩了 大家有没有再害怕了 但是呢 现在已经有吹哨者出来说 这个人叫做Alex Jones 被很多人说是阴谋论的 他认识一个人在TSA里面工作 他说 现在他们已经有一个计划出来了 他们会按计划进行 9月中旬的时候 强制 机场工作人员全部要戴口罩 你只要在机场工作的话 你就开始戴口罩 然后10月的时候 会坐飞机的旅客 全部都要开始戴口罩 12月 就会回归到2020年2021年的时候 全面锁国的政策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现在好像还没有任何一个 新冠肺炎的疫情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们就已经把这个东西制定好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 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个计划 他们说这个现在的病毒 已经全面变异了 一切从零开始 你之前打过疫苗吗 没有用 你之前得过新冠肺炎吗 没有用 你现在全部都要重新开始 全部他们要研发新的疫苗 要研发新的药 全部都是拿你的纳税金再去用的 在亚特兰大州 有一个叫做Morris Brown的大学 他已经开始做这个口罩的封锁令了 规定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戴口罩 但是那一间学校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新冠肺炎 没有一个人检出阳心 但是他们就说我们要一个precaution 我们要一个预防政策 所以说他们已经在 现在没有任何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去做这样 强制了 强制学校里面所有的学生跟教职人员 现在必须开始戴口罩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病例 他们那个周边的地方也没有病例也没有生病 但是他们就说我要你们现在必须开始戴 谁可以说不戴 老师不戴 你要不要上班 学生不戴 你要不要上课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后果 那么除了在这个大学里面 在加州的一个公司 现在也开始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在加州有一个电影公司 叫师门娱乐公司 那他呢 现在就已经开始强制口罩令 而且发布的时候 就是自公司发布的时候 立即生效 而且并将一直的持续下去 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另行通知 而且呢他们公司还对口罩的类型有要求 就我说了 你们必须得强制口罩 你不能说你随便从家里薅出来一个 你从CVS买一个 你就戴上 不行 必须得是N95啊 这种级别的口罩戴上才可以 而且呢公司现在还要求员工说 你们每天来办公室之前 必须要在家里面自己先用试纸盒测试 每一天都要测试 把结果递交上去 而且呢公司现在对所有的这些 比如说你有一点头疼脑热了 不管你是不是这个症状 还是说你在过去的十天有出国旅行过 对这样的员工 马上开始密切跟踪 如果要是发现谁痒了 赶快就通知 比如说你前两天是不是跟小李接触了 小李痒了 所以呢在公司里面 现在就开始有密切的跟踪 这一系列的行为 那我们也不难预见 除了现在已经开始 像我们刚才讲过 他们所有的文件都已经写好了 那当然这个是爆料人讲出来的 是不是真的 我们等到9月中旬就知道了 等到9月中旬的时候就看新闻 说机场有没有强制 要求开始 员工必须要强制的戴口罩 如果你9月中旬如果开始了 那接下来他们大概一步一步 就会来这样做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在上一次的新冠疫情封锁的时候 发生非常非常多悲惨的事件 我们每个人都被关在家里 但是这算是非常小的事情 很多人求医 没有办法 而且政府用防疫的理由来封锁人民 强制教会关门 而且很多老百姓的企业没有办法开下去了 全部都倒闭了 关门了 当时有多少人失业 说我们想要一个工作 没有办法了 这造成真的就是整个财富的转移 从普通的中产阶级 从普通的小老板 然后全部都变成大公司 现在你看到处都在盖warehouse 其实就是大公司那个时候收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很多Walmart的股价大涨 Amazon的股价大涨 但是好多的小公司 好多那种平常的那种卖小店 卖富万瓢盆这种公司 全部都倒掉了 加州2014年通过了一个47号法案 就是打砸抢950块钱 以下算是轻罪 在Arcadia Arcadia mode就是这个样子 五个人冲到Masis里面 啪啪啪啪啪 然后把所有东西全部都放到袋子里 然后就走了 没有任何罪 因为没有超过950块 就算超过950块 也没人管 因为就是这个样子 整个加州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安全 在San Francisco那个地方 你宁愿把车窗整个摇下来 然后上面开始撒碎玻璃 抢匪来看了之后 他会觉得说 这台车已经被砸过了 所以说我不要再进去 你在商场里面的话 如果你是员工 之前在Lululemon 也是在加州这个地方 Lululemon的员工觉得说 我看不下去了 现在有人来抢我们的店 我决定说我要把这个歹徒制止在这个地方 之后 这个员工被开除 被Lululemon开除 因为他们觉得说 这东西都只是身外之物嘛 对不对 他要抢就给他抢 连员工保护自己的店 都会被开除 所以法律没有在保护员工 法律是在保护恶者 有人闯入你家 抢完东西 转身走了之后 你把他拦住 他受伤了 他被你的狗咬了 他可以告你 这个这样子的案例到处都是 特别是在加州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看到很多让人感觉到非常难过 很多人去抢劫 殴打年长的人 因为他们 或许是不会讲英文 或许是他们的行动比较缓慢 或许他们比较习惯用现金带在身上 所以很多的年长者 我们看到很多的视频在网上 感觉让人非常的难过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又觉得说 法律做了什么 这些人抓也抓不到 就算抓到 他们被抓起来 他们放出来啊 比警察下班的时间还早啊 抓进去抓了一下 马上就放出来 警察一下班说 这人怎么出来了 我明明上班的时候刚把他抓进去 但是同一天 这个人就又被放出来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一个组织叫做C40 就是C40 那这样一个组织呢 它其实是全球化的一个组织 它叫C40城市气候领导力集团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说 我们要环保吧 对不对 自从我做了新闻之后 才真的在开始研究说 他们要的环保到底是什么 他们要的环保是 你不要随便乱丢垃圾袋吗 是你不要随便乱丢你喝过的塑胶瓶吗 不是哈 这样一个C40的城市气候领导力集团 他们是由100个全球的主要的大城市的市长 组成的国际性的网络 他们的网站上说 他们的目的是团结一致的应对气候危机 他们打算要到2030年的时候 将排放量减半 将全球暖化升温的控制 在1.5摄氏度之内 那么在美国呢 不出意外全球的大城市嘛 洛杉矶 旧金山一定在 全美国里面有14个城市 都是C40的成员 那么他们的城市计划 他们要在这100个大城市里面计划的是什么呢 他们为了要减缓全球暖化 所以他们计划在2030年里面 要在这些城市里面实现 0公斤的肉类消费 0公斤的乳制品消费 每人每年只能买三件新衣服 拥有零辆的私人汽车 全部换成公共交通 所有的人去坐地铁坐公交 因为地铁公交比较环保 你不可以有私人的汽车 而且他要求说 每人每三年一次短途的往返航班 而且这个航班还要少于1500公里 那你会想到说这些东西它要怎么达到 强制性的达到非常困难 但是他们有非常多的计划在做 比如说像怎么样达到0公斤的肉类消费 大家都有看过Beyond Meat吧 在网上也好 在汉堡店也好 或者在超市里面 Beyond Meat是说什么 说我们可以更环保 这种东西是纯植物的 然后这个东西可以代替肉类的 而且人的身体也可以完全的 好好的吸收这些营养 那如果他们要是大力的推行这些东西 肉类的消费就会减少 然后不止这个样子 还有各位有吃过虫吗 虫 炸萌 对 他们现在在推行大家吃虫的计划 他觉得说 吃牛吃羊这些东西太浪费了 你皮要丢掉 骨头要丢掉 然后又是掩埋腸什么东西的 但是虫的话你整颗都可以下咽 对不对 然后脑子也可以吃 然后里面的内脏也都可以吃 吃虫是一个非常环保的东西 然后你觉得很恶心吗 没关系 他们有些会把它打成粉 让你夹在你的面粉里面 让你夹在你的pancake里面 让你夹在你的油条里面 那最可怕的东西就是 就是我们的政府正在违法 我们刚刚讲这些东西 全部都很可怕 没有错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 我们的执政者正在违法 我们现在的政府 他允许非法移民到 美国这个地方来 你去在边境那个地方 现在走线各方面的 你这样说起来 是被政府鼓励的 政府是说你赶快来赶快 美国的纳税金就是你们的一部分 然后呢 政府在大街上 如果今天Jeff牧师 他拿个喇叭或者是麦克风 去这个学校门口 被朗诵圣经 约翰福音 John 316 耶稣爱你什么 警察会把Jeff抓起来 之前就有一个在Kansas的一个 还是个保守州 他在那个地方朗读圣经 结果警察把他抓起来 然后FBI的内部明系 锁定天主教徒 说他们是国内恐怖分子 他觉得说天主教 就是因为他们教义的关系 他们讨厌变性人 然后呢他们讨厌同性恋 所以说他们FBI的memo 是把天主教 当成恐怖分子来去看待的 那各位觉得 你要对恐怖分子怎么样 如果你发现一个人是恐怖分子的话 你要对那个恐怖分子怎样 说穿的就是杀掉 你不可能就是 还要去感化他还是什么 因为他已经是恐怖分子了 然后还有呢 他们鼓励吸毒合法化 我们在这个地方 El Monte那边好像已经有一间吸毒所 是合法的 他们觉得说你自己在家里吸毒 然后你在外面吸毒太危险了 万一吸毒过量的话 你死掉怎么办 所以我们用纳税人的钱去建一个吸毒所 那边有专业的医生跟护士 他们会帮你吸毒 他们会给你针头 他们会给你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让你在那个地方吸毒 所以我们现在政府的方向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而且人 你各位会发现有太多的人活在这个社会福利上面 很多人每个月就在等政府什么时候给我们钱 政府什么时候给我们粮票 然后让我们去做这样的 让我们去过我们的生活 有太多的人现在依赖着政府去做 去活在他们这个政府的下面 而且像我们承受的这些极高的税收 不仅仅是说 如果你是合法的美国人 你享受美国福利 That's ok That's ok 但是我们现在把大部分的 我们交的税金 大家都知道你每年报税时候交多少钱 他们把这些钱送给非法移民 就是这些人在进美国之前 就已经犯法的人 他们在使用我们的福利 我自己亲自在超市里面见过 来自中国的一位女士 身上背着LV的包 手里拿着粮食券 好这样的事情呢 那当然了不光是华人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 各种族裔的人 从边境走进来 这样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 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承诺他们 你们美国是人性化的国家 我来了之后你们不会管我的 你们会把我一切全部都给解决好 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像我们做新闻也好 你每天去看这些封面的新闻 真的感觉很难过 就觉得美国是一个跟神力约的国家 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一个样子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当我们看见今天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产生的情绪 不是忧虑恐惧或者是迷茫 我们要更清楚的是 我们要问神 作为基督徒 神你呼召我这个时候要做什么 神你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 好所以用这样一个经文来跟大家勉励 在菲利比书二章 神在这里跟我们说 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使你们无可指摘 诚实无伪 在这弯曲被拗的世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很多时候神的话真的是给人非常大的鼓励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做神 感动我们想要去做什么事情 当我们看到之后 我们心里产生一种负担 但是神在这里跟我们说 你们立志行事 是因为神在你们的心里运行 为什么神在我们的心里运行 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负担 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 为什么世界越黑暗的时候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显在这个世代里面 世代越黑暗 你们要显在这个世代里面 好像明光照耀 而且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主耶稣说他再回来 他要迎娶的是圣洁无瑕疵的心腹 神在这里跟我们说 我们要在弯曲被谬的时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我们很多的时候人成长 是被身边的环境所影响的 身边的人 我身边如果有一大堆小偷 他们今天去偷金箱链 他们今天去偷冰箱 他们去偷各种贵重的东西 我如果只偷一个酸奶 我是不是还好 我跟他们比起来好像还好 我好像不像他们那样的罪人 但是神告诉我们说 在弯曲被谬的时代 要我们做无瑕疵的 不管你的环境身边是如何 不管这个世界是如何的黑暗 不管你看到这些 我们可以跟他们不一样 因为神说你们可以做无瑕疵的 如果我们做不到 如果神不给我们圣灵 靠着我们自己真的做不到 但是神说你们可以 因为他要我们做的事 在这个时代里面明光照耀 而且将神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 让透过我们能够将神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让人看到说这是一群什么人 基督徒真的不一样 为什么他们跟世界不一样 因为他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在他们里面 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 所以感谢赞美主 在越黑暗的时候 越弯曲被谬的时候 神训练我们 锻炼我们 要我们去做他无瑕疵的儿女 好那接下来呢 就来讨论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我们今天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好惊讶 我觉得你就是特别惊讶 对不对 他真的整个一个被惊到 因为我们在节目上面一直呼吁 就是说我们教会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社区 我们应该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社团 因为教会不是世界上的一个组织 教会不是挂着一个非营利机构的title 到了每一年报税的时候 给每个人发报税单而已 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之后 我们非常感谢这副牧师 谢谢你 我们看到教会各样的事工 然后各样的运行 我们真的能感觉到大家在这里凝聚 大家一起在这里见到教会 包括这副牧师还有师母等等 大家付出的这样的心血 而且我们真的觉得太开心 对 我不是会拍马屁的人 哈哈哈哈 但是 但是Jeff牧师 我今天看到整个facility 然后整个每一间教室 然后他的期望 他对于教育每一个孩子的心态 在这个地方 我真的很少看到一个 为父的心的这个样子的 在 我相信每一个牧师都想要做这样的东西 但是他真的是去实践 他真的去行动 真的是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我觉得 嗯 好 谢谢 我真的不是在拍马屁 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应该讨论说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大概只是列举几个大方面 那大家如果真的在执行的过程中 你一定有更好的idea出来 神一定会亲自跟你讲说 要你去做什么 但是我们大概能想到的几个方面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建造教会 教会指的不是我们整个聚会的场所跟大楼 而是耶稣的肢体 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聚会的 而且是所有信靠耶稣基督得救恩的人 我们这一群人是神的肢体 我们是教会 那么建造教会呢 其实不仅仅需要牧师长职同工的参与 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付出和努力 尤其我们今天看到你们的教会 这么大的facility 这么多样的事工去运行 一定是非常需要各位一起来建造 这个家才会越来越好 我看到今天各位今天在这里的 一定都是教会的精兵 所以真的是在这里鼓励 神看见你们的努力 神看见你们的付出和辛苦 神听你们的祷告 所以扶持这幅牧师还有师母 因为真的是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牧者 虽然他有一个牧者的头衔 但是他们的心里同样是需要被鼓励被温暖 所以看到大家在这里非常非常棒 我们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教会真的建造成为我们的家 而且让教会里的每一个人真的成为我们信赖的社群 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说 哎呀我是来这里做生意 对吧 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可能看到 卖一些化妆品 是不是或者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真知道说 我们的弟兄姐妹是真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里面流着都是耶稣的血 所以我们把这里建造成我们非常信赖的社群 然后让弟兄姐妹可以在这里相互的扶持 我们在领人回主 建造门徒 活出真理 彰显神荣耀的生命 第二个就是教育的系统 我们要建立家庭教育 而且不只是我们要像杰夫牧师一样做那么多间教室 而是我们要父母亲自的起来教育他们的孩子 我们需要父母起来掌控自己孩子的教育权 因为教育孩子是父母的责任 圣经也是这样教我们的 所以说我们要教导父母 让他们有这样的责任感 为他们的孩子的负责 而且要用清楚的圣经真理 而且按照圣经的法则 还有圣经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 教会的话真的就跟以马内利学生会一样 如果有需求的话提供相对的场地 还有服务 还有扶持家庭起来 现在很多家庭是破碎的 很多妈妈是单亲妈妈 很多妈妈真的是要上班 然后又要带小孩 她真的是没办法去做一个Homeschool的时候 或许这个时候教会可以帮忙 或许其他弟兄姐妹可以帮忙接送各方面的 总而言之我们要看到的 我们需要这个世代回归的方式 就是父母刚强起来 然后亲自来带领他们的孩子 那还有一点现在非常重要的 就是居家安全的方面 那就是要建立一个铃舍的安全网 我们要依赖彼此 我们不能自己依赖政府 大家也都看到了 有谁打电话报过警过 我也报过 我也报过 警察到你从你报警开始到他们来 时间大概多久 更久 更久 那都快半个小时了 我们家让人给砸了 进来了三个黑人小伙子 结果我当时大吼了一声给他们吓跑了 那个时候年轻的 刚二十出头 大吼一声给他们吓跑了 事后害怕了 但是真是1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打电话 哭一直哭 气也喘不上来 一直哭就等着警察来 警察来了之后问我说 长什么样啊 我说 黑人长得都一样 警察那脸马上就掉下来 他觉得我是个种族主义者 可是我真不是 因为一黄眼就跑了 我只看到三个人 有点无辜 但是真的是就像你讲的 我们现在还有谁认识身边的邻居 如果你要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那非常好 恭喜你 但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很懒得跟身边的邻居去建立关系 有的时候只会说 我们家邻居特别奇怪 每天那个家门口来好多车子 只会这些 但是我们有谁真的去认识他们 往上倒几倍了 像我外公的那个年代 跟邻居的关系 这好得不得了 哇 我们家做点什么 端着盘子就去给人送 你做得不管好看不好看 东北人有吗 在这里朋友吗 有啊 东北人都吃那个年豆包嘛 年豆包年年的 那个糯米做的 大黄米做的 里面包的是这个 豆沙馅 它是一个这种甜点啊 但是你做不好呢 它本来是一个圆的 你做不好 它蒸完出来 它就蒸成一个饼 然后我们家有一次做了一锅 非常失败的年豆包 就这还敲门给对门送下了 所以你知道这个 那个时候他们人建立的那种关系 是非常单纯的 就你这个东西做失败了 我也照样吃 我不会嫌弃你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有谁 认识我们身边的邻居 好 危险发生的时候 认识邻居非常有用啊 是不是 你的邻舍是可以来帮助你的 你的警察可能 National average 大概12分钟 12分钟 歹徒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然后 还有另外一个呢 我们就是 我们要购买 保护我们的仿生用 用品 或许你是反对枪支的 没关系 但是 你可以找其他地方放生 你不能把你的安全送给政府 你 连警察的那个handbook上面都写了 你的安全不是警察的义务 他没有必要要保护你 上面写说 警察也有家人 警察如果警力不够的话 万一前面有两个歹徒有持枪 他只有一个警察的话 他是不用去救你的 他是可以说就是 我在这边等back up来就好了 你在里面 你的老婆被打死 你小孩被打死 你自己被打死 是你家的事情 警察也有家人 所以警察 他没有保护你的义务 这美国的法律是这样子写的 所以说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保护我们自己 我们要有一个emergency plan 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应对 还有就是我们要开始储备粮食 还有我们要学习怎么耕种 这个也是我非常需要加强的 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 然后我连做饭都不会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正在work on 这一点 我们要有一个滤水的功能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 当真正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应对 就像最近才刚走这个飓风 很明显没什么事情 但是大家每一个人都去大华 去买那些一堆食物 如果今天真的有事情发生的话 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 发生的话 我们将没有大华去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们将会失去很多 我们可以保护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就要开始准备好我们自己 让我们自己不用害怕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不要过度依赖科技产品 我现在去哪里我都要用GPS 如果没有GPS的话我就不会开车 我哪里都去不了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到哪里 万一我的手机不见的话 我就会心服气躁 什么也干不了啦 对对对对 你没有手机了之后 你就开始好像吸毒的人 毒品不见的那个一样 然后 所以说我们不要过度的依赖科技产品 我们要变成刚强的人 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来捆绑 这东西在这个世代很困难 要做到很困难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怎么样去做到 对 所以呢 这就是神告诉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所有要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什么呢 在马可福音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加勒太书六章二节说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我想这样子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 就是我们要创建起来一个基督化的社群 我们要创建起来一个大家彼此互相信任信赖的这样一个社群 当你知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知道要往哪里跑 你知道你要跟谁在一起连结 你不会孤孤单单一个人在那里说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我连去教会的路都不知道我要怎么办 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在你的身边来创造出来一个社群 所以呢爱人如己其实有非常多我们可以去实践的方面 比如说像建立刚强的社群 以及可信的可信赖的跟人可以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社群 还有就是呢非常非常重要的意见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加州不管是犯罪率也好 经济也好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 其实有一个东西我们忽略了很久 就是我们很多人绝大多数的人 从来没有参与过政府立法方面的事情 我们从来没有参与过竞选团队 我们不知道政府在做什么 但是当事情变得很糟糕了之后 我们突然开始说有人来抢劫了 有人来放火了 我那个为什么交的税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监管 我们没有告诉他们说你这样是不对的 你这样的行为是不符合美国宪法的 基督徒过安逸的日子太久了 那如果我们要怎么去爱临社呢 我们如果看到我们身边那有个孩子 或许他不是基督徒 或许是我同事家的孩子 他开始被政府拉去要变性了 要做什么 你爱他吗 神说你要爱你的临社 那我们要怎么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要帮助被神呼召的基督徒当选 去坐在他应该做的位置上面 他要去到国会里面 他要去到周一会里面 代表神来讲话 代表基督徒来讲话 要让他们知道 神创造了人 性别只有两个 男人和女人 不可以去做伤害小孩的事情 不可以为了金钱为了利益 你们去做这样的律法 神都在看 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去跟他们讲话 让他们明白 让他们听见反对的声音 所以鼓励大家2024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可以去帮助竞选团队 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帮助真正的爱主的 而且是按照圣经价值观去生活的基督徒 不要盲目的因为党派去支持某个人 我们要真的在这里面辨别 那我们到时候的节目也会采访更多的候选人 我们也会通过我们跟他们真的去接触 我们来问他们很多问题 去看他们信仰的方面到底是怎么样 好吧 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 借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然后一般我们 报很多都是加州这一片的 不管是西边华人区 东边华人区 我们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方面来帮忙 还有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贯彻 我们要传真正完整的福音 我们要把认罪悔改 还有改变人生的这些故事 全部都讲出来 我们要把耶稣完整的福音 我们要把耶稣男人的一面 不只是他慈爱的一面 我们要把耶稣有勇气的一面 传达给我们认识的人 我们要让那些人变得刚强 我们要让那些人被自己建立起来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太多的教会只传恩典福音 只觉得跟你一开始祷告的一样 信耶稣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就会变有钱了 我们要把真正的福音 传达给需要的人 让他们刚强起来 而不是说你只要来信 来信的时候你来教会这样就好了 我们要跟着他们一起成长 你在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 你自己也会成长 你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刚强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就是 祷告 祷告是神赐给我们的权柄 祷告真的是大有能力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主耶稣的祷告 主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的时候 他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 在路加护营的二十二章 在这里讲到说 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 门徒也跟随他 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 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汉诸如大邪点滴在地上 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说 你们要祷告 为什么要祷告 因为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祷告的时候 神会加添给你们力量 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迫切 祷告的时候 神就派天使下来 加添给他力量 主耶稣祷告的时候 这个形容让我感觉到心里很难过 他说 汉诸如大邪点一样 滴在地上 我一想到那个画面 那个场景的时候 我都想说 主要真的赦免我 我从来没有我这样的祷告 我从来没有在神面前 祷告像汉诸如大雪点一样 滴在地上 不知道有没有人像我一样 之前有人送了我一个祷告店 回到家我就想说 我要开始跪在地上祷告 不能安逸地祷告 我就坐在那窝在那干什么呢 所以我就想说我要跪在地上祷告 真是不习惯 这证明我平时没有操练 我跪在地上没有五分钟 哎呀哎呀 左膝盖疼 动一动动一动 又过一会儿 哎呀呀又膝盖又疼 哎呀那不对 我感觉我里面那个半月板 怎么有点跑哎 就是这样子 但是真的是在这里 我们看到这个世代 我们看到国家 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心里是极其伤痛 但是我们伤痛的时候 有没有祷告更加的恳切 有没有恳切到像主耶稣那样 汉朱如大雪点一样的滴在地上 所以这是也给给我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所以我们真知道 祷告是神赐给我们征战的武器 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着安慰 得着平安 神会保护我们的家庭 会保护我们的教会 但是我们要清楚的一点就是 迫害一定会来到的 一定会来到的 但是在迫害里面 我们要神帮助我们的是 不被环境动摇 让我们在患难中 仍有喜乐的盼望 持守真理 永远都不动摇 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 下面呢 有几个行动 我们来快速的跟大家报告一下 首先我们就是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圈 我们要开始有规律的读经 祷告 灵修 而且我们不要浪费每一次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尊重每一次 我们跟神可以沟通的时间 我们要爱我们的神 我们要亲自来去跟祂 我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固定的祷告 是每一个人都很讨厌的 但是我要认罪悔改 我们要尊重每一次跟神说话的时候 就像祂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祂是多么的尊重我们一样 我们也要给相同的尊重 我们要爱神 要跟神爱我们一样的爱神 每个主日只过来听牧师讲道 是不够的 绝对不够的 你的属灵的生活 是你自己每天要负责的 所以你每天要去读圣经 你每天要祷告 你每天要跟神更亲近 第二个就是要强身健体 我们太多的人 现在每周末还有各方面 我们就只是坐在沙发上面 然后我们哪里都不想去 外面很热 真的是 我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要逼自己起来 我们要有强壮的体魄 我们要有强壮的体魄 我们才可以去跟这个世界争战 而且不是说你要去打人 还是什么样之类的 你有强壮的体魄 因为你在乎神的电 你的身体是神的电 你要尊重神给你的这个身体 我们的身体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有义务要去守护我们的身体 不管是在纯洁 还是在有强壮的体魄上面 我们都要这样去做 然后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来建造男人 今天我看到很多男人在这个地方 对啊 真是鼓掌欸 你们教会这么多 这么棒的弟兄 我们给弟兄鼓掌好不好 太棒了 你们每一位弟兄真的太棒了 对 绝大多数的教会 男人的参与感是非常非常低的 但是每一个男的都在后面就是 不是 因为你知道吗 很多来教会的男人 他们的身份是 我是基督徒的老公 对 对 我们要让男人在这个社会 在教会 在社区里面更有参与感 我们要有一些男人的工作 你看到这边 不是只有合唱团而已 我们有篮球队 各方面的这个东西 我们要有强壮的男人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神是非常爱男人的 但是男人现在好像不太爱神 不太爱教会 神会大力的使用男人 神对男人是非常好 而且非常实在 圣经里面都是强壮 而且有勇气的男人 我们要重新建立男人 对于教会 对于神 对于自己的社区 对于家庭的这个 能力还有参与感 我们要重新的建立男人才可以 然后修复传统的这个男子气概 所以神呢 经常给我们非常鼓励的话语 在加勒太书六章九节说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所以我们真的在做这些过程中间 我知道很多时候就会觉得说 啊好难好难好难去真的从事每一个 但是我们一共要相信 有四点最起码我们是必须要相信 第一个不论在任何环境里面 我们的神永远掌权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 而且作者为王直到永远 那第二个呢 就是神渴慕 与我们一起来同工 格林多前书这里告诉我们说 神拣选了世上余浊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我们虽然不好 我们虽然很渺小 但是神却愿意跟我们一起同工 而且神渴望塑造我们 成为他圣洁的合用的器皿 神要使用我们 不要小看你自己 神要用你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在神的里面发光 神要使用我们 还有一个就是 不要看到现在的乱象 觉得很灰心很丧胆 就说哎呀他们有庞大的资本 对吧我们怎么跟他们 要对抗等等等等 黑暗的势力实在太大 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已经得了不能振动的国 习国来书这里讲说 我们既得了那不能振动的国 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或许你在做的工 暂时看不到果消 或许你还被敌人打得节节派对 对吧但神告诉我们 我们已经得了那不能振动的国 我们只要按照神喜悦的方式 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一切都交在神的手里 不需要担心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胜 我们要注意现在 所有发生的事情 而且我们要冷静的分析 不要轻易的被激怒 我们也不要轻易相信 很多的流言蜚语 那些不符合神的真理的 不符合事实的这些东西 不要把我们拉走 我们也千万不能够 把政治人物当成我们的救世主 很多时候在基督徒群体里面听说 川普回来一切都好了 不会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只要他怎么怎么样了 整个世界都变好 不会的 这个工作是基督徒的工作 是神交给我们的工作 当所有的人真认识神 真了解神的时候 这个世界才会变好了 不是某一个人怎么样 这个世界就会变好了 很多政治人物按照神的方式 出发去立法 这非常好 我们一定要支持 但是我们不能把他当作神 我们也不能认为他做了什么 整个世界都会变好 这是谎言 这是仇敌给我们的谎言 不要相信 所以在罗马书8章37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我们只靠着我们的主 才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 都得胜有余了 所以在最后 我给大家非常鼓励的经文 昨天读经 我相信神是用这一切经文跟我讲话 给我鼓励 所以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在西伯来书12章的一到二节 在这里说 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奋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世成终的耶稣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让我们真的是看到 大家可以回去读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11章 讲了各种各样的见证人 从亚当的儿子 亚伯开始讲 一直讲到后面 所以在12章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 他们那些美好的见证 他们用生命去跟随神的见证 让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的重担 而且脱去那些罪 就像神讲的说 我们要变成圣洁的 而且是无瑕疵的心腹 让我们始终的仰望 为我们信心 创世成终的耶稣 最后这张图给大家鼓励 我们每个人都在前路上面奔跑 但是我们到最后 要得着那最终的奖赏 好不好 感谢赞美主 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都能够到最后 得到那不能动摇的奖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记转发照 滚,适样子 在这个声音 就一定会看到 会文化封键 应该无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